老花音每日一打回答一下 出版本的养花问题 今天话说老花音你看我是草莓 老是有点交边 找回事啊 这里开始不就是这个事 我说这个老叶子交边就交了嘛 对了 你就打个名字你贪了个女朋友 是吧 你的前女友 不好看了哭了 关你什么事 你看那些新长出来的那些小叶子很漂亮 不就完了吗 老花音你这个不情恨 本来就是植物都有正常性的那些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你就盯着下边都不看 活不过去了吗 要活在当下 嗯 养个臭包 这个菱兰每年买 每年就开一串 每次都养不好 给光照也给肥料 臭 温君能有几多臭 呛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的包 浇水还是拿捏有点不太住 您现在进入了养花第二个阶段 不敢浇水 你看咱们养花 我为什么说分阶段呢 第一个阶段 买回来以后特爱惜 天天浇天天浇 这是第一阶段 很多的花友就这样 认为没水养不好 第二阶段呢 关注了老花一以后 哎哟 不敢浇水了 他都说干了太浇 有点过干了宝贝啊 你这过干也不好啊 就是你也用肥料了 你像你用的这个叫环视肥 你没有一个潮湿度 它这个肥料是释放不出来了 你这上了等于没上 没有办法 保持土壤的微微潮 感觉有点干了 有点捏了就要浇了 你看你现在这个都干过头了 有点 老花一你好好看 你节目好友了 这是一个问题的 去年冬天两盆擦花 加值转转后长叶 没变花的那盆 翻出来透明的精体 是不是正常的跟 跟牛病我的宝贝 为啥呢 就类似于人的那种血管瘤 对吧 认识于人来 人长个肉瘤了 看我一搞笑新闻 一个谁肚子里边 长了个大肉瘤 给怀孕了似的 一查是个大肉瘤 就这种了 它所有的营养 都放到那个里边去了 有话说 跟牛病怎么治 跟牛病一般是没的治 是吧 一般呢 都是因为一些小根线虫 可以用一些个 毒性比较高的一些个杀虫药 放到土里面 你类似于以前的那种土林丹之类的 是吧 现在应该是卖的少了 如果说再遇到这种跟牛病的错本 你就把根牛给 减掉 减掉 然后呢 再用一些个药 杀虫剂 最好是毒性稍高一点的浸泡一下 然后呢 再重新种植 你竟然都洗根了 是吧 老婆一你好 这话是不是快要去了 嘿嘿 快了快了 正在驾鹤西区的路上 快到 快到西天如来佛祖那了 是吧 你说为啥呀 我初步估计您这个是冷 还有一部分呢是水大 不排除肥大 就这三种可能 一个是冷 一个水大 一个是肥大 好吧 下回注意一点吧 其实今年说这种 相对来说比较好养的了 它下面那个 就像土豆一样 一块一块的那个茎 那个根就像来大土豆一样 那玩意儿 锁水能力老强了 你烧汗的点痒 这玩意儿汗不死啊 你缺肥 缺肥缺水的时候 只是有点黄液啊 那个玩意儿 黄两片液没事 你像这样的话 过头了这就烂了 烂了就不好治了 不知道 是不是用肥了 还是冷了 老婆你好 那桂花是白粉病吗 呀呀呀呀 对 这是白粉病 怎么治 现在如果说 有时间的话呢 就找个 找个牙刷 用多菌灵 拌点那种杀菌药 刷着玩 给它刷干净 剩下的多菌灵呢 呸一呸 只能这么着 好吧 多给足一下光照 一般白粉病 都是因为敲光 没热不通风 老婆一同事人南天主 你跟你的心都操 同事哪儿去了 冬天的时候 空调风里边干 几天没胶水 一夜都全干了 后来换了个瓶 一个月了 一点半化没有 是已经死了吗 不是死了 宝贝 它生长的 现在变缓 给足一下光照吧 宝贝 现在又不怕晒的玩了 其实蛮好活的 这个东西干一点 没什么事 你洗根换盆 洗根换土 洗根换盆 这些个 你尽量的挑在 再玩两天 就是春天 万无复苏的时机 它比较容易浮盆 现在就处于一个 半江苗的一个时期了 还得控水 多给一些光照 好吧 让它干湿循环快一点 让它自身活性 起来一点就好了 嗯 今天有问题就到这了 别忘了点个赞 我都怀疑 有问题 视频要留言吗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